好,由于花莲拥有多处的考古的遗址 那目前也尚有许多没有列册的地点 那么为了要协助考古遗址土地的拥有人 在为列册的土地开发挖掘道文物 那么花莲县的文化局也编列了相关的预算 来协助土地的拥有者移除所挖掘出来的考古文户 花莲现金内拥有多处的考古遗址 目前列册的地点共有246处地点 而由于为列管的地点相当多 也造成了民众在土地开发时挖掘道考古文物 造成民众对土地使用的权益受到影响 花莲县文化局在今年度也编列相关预算 希望能够解决民众在无意间挖掘道考古文物 在县府的协助之下能够妥善的获得保护并移除 零点移植 所以这些老百姓来讲的话 遇到这个遗址他们会害怕 是不是没有办法开发等等的 其实应该要多做的说明 然后就是说还有再来是他们 发觉到有这个遗址 但是他们觉得要告诉他们的说明 印第遗址他们这边的等等的 其实要跟他们的说明清楚 他们认为第一个是 第一个我们要考量到的一个是不是百姓的权益 有没有受署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遗址它的重要程度是什么 大概是怎么样子要 另外的话 我知道在这个我们考古馆也跟临近的社区 好像琉璃这个地方的组织有很互动 那在这方面是可以再多加一点说明 就是说如何去进行后续的一些培育 或者是跟地方的组织的那个串联是怎么样子准备的 因为其实在我们花莲 在如我们马滩部落来讲的话 接下来也有风雨计划的硬体建设的设置 那其实在内部的部分 还有很多的培训也需要提取相关的意见 所以希望在这边可以做一个交流 那另外第二点的话 在我们的列册遗址的部分 我们里面有看到就是像港口部落 港口部落他们目前 因为先前的话可能有外环道路的开发 所以他们有征收了一些土地 那这个部分好像也是在我们的列册遗址当中 那是不是因为目前我们有看到这边有编列一些经费 可以来做协助 那希望说在这里可能文化局的部分 我们也一起来共同帮忙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外 今天既然是花莲现立靠谷博会 那有我们的列册的也好 这个包括有四处 列册 指定的列册还有土茶有那么多处 那到底要让民众看的 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拥有多元族群文化的花莲县 南北辖场的地形更是远古时代 对外贸易最重要的玉器生产地点 从考古文物馆的典藏文物当中 能够发现花莲县在史前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性 文化局也更是积极培育相关的考古与解说人员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史前文物可以获得妥善的保存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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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